今年政府积极推动电动车普及化 但是有研究自出 在香港驾驾电动车 未必一定环保过然游车 为什么呢 政府计划在2050年之前 达置车辆零排放 要发挥电动车最大环保效能 还要做什么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已经领牌的电动私家车数目 五年间增长超过五倍 去到今年四月有接近九万架 占私家车总数一成半 但是香港主要用化石燃料发电 会产生较高碳排放 即是就算转用电动车 都未必更加环保 有专家就认为 日后兴建发电设施的时候 应该考虑以较环保的方式发电 李志伟在八九年前开始开电动车 他说当初之所以选择电动车 是因为觉得开车的体验更加好 始终我们电动车 它里面没有一个引擎 在这里 那个体验已经是好很多 第一件事我不会说很吵 因为我不会说每踩一脚油 都会做一个内燃 然后去成为动力 通常电动车都会放很多智能的一些设备 或者一些功能进去 例如是自动驾驶 或者是自动渡航 其实所有东西都可以当成一部电脑 一个车里面去使用 当时那时候的汽油车 其实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开了电动车这么多年 他说见证着近年配套逐渐成熟 想充电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难 那时候看到有位置就充电 没有就要排队 其实那时候这些充电设施 不是那么多 而且你看到你的运气 但是慢慢地有很多不同的充电设施 停车场各方面 其实都有这些设施 慢慢就可以舒缓到 有时候可能我去街 我去一个地方 当然我未必会充满 但是我叉叉 其实已经够我那天的用量 政府在2018年提出电动车一换一计划 车主由燃油车换成电动车 可以宽减首次登记税 李志伟作为电动车车主 虽然已经再没有税务优惠 不过他说之后换车都打算继续选电动车 希望可以帮助到环境 如果我开着一个车 有一些叫做引擎 你其实在里面做内耳 其实你在这里已经排放很多油耗热气体 在那条街上 热力 其实对于这个环境来说 一定会有影响 我发现原来电动车对环境是会好一些的 其实我其实也有做一些研究 当年就发现当你一个汽油 放入一个引擎那里 再去燃烧 其实那个叫做Efficiency其实很低 但是电动车其实就会 Efficiency很高 早在90年代 香港就已经引入电动车 政府一直期望透过提倡电动车 改善路边空气污染 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市长有没有搭过电动车 不过就算提倡当年 电动车依然未普及 叶介华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未成熟 早期的时候 充电的时间又长 续航力也不高 除了时间的进步 科技的前行 现在这里一直一直在改善 你看到这些车 现在的续航力 充电慢差 中差 快差 商场 甚至将来油站也会有 整架车的核心 技术和东西都是电池 如果解决得到电池的问题 我想很多东西都可以迎人意识 随着技术改善 近年电动车迅速普及 以领牌的电动私家车数目 由2019年的13000多架 增加至今年4月接近9万架 五年间增长超过五倍 暂时的车总数一成半 罗绍雄说 现在电动车不单止技术成熟 价钱也越来越便宜 整体来说 买车的人 其实对价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最便宜现在的电动车 是十几万的 电动车暂时来说 也是最多车厂放一些资源在这里 当量是产值大了 量是多了的时候 自然车价也会相对便宜了 政府2021年发布 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 期望透过推广电动车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目标是在2035年或之前 停止登记新的燃油私家车 在2050年前达置车量零排放 成为我们新的车来说 可以用很多种电池都可以了 但是现在我们手机用的电池都可以用得到 郑家伟研究电动车超过20年 曾经研发香港第一部的电动车 被誉为港产电动车之父 他说电动车比较环保 是因为能源效益较高 炸相同的距离 电动车需要使用的能源可以少过燃油车 但城市大学在2020年曾经做过研究 计算电动车和燃油车的碳排放 发现在香港电动车的碳排放 只是低过汽油车19% 和柴油车比较 更加只是低了2% 郑家伟说其中一个原因 是电动车生产过程中 本身碳排放比较高 生产电池其实由采矿 去到变为一个电动车金属的物料 它的骨、铃、或者铃的金属来说 中间就产生了很多碳排放 因为在矿场里面 那些物料来说 要经过一个阶段来将它提炼 这些提炼生产了很多的烧土 而当它制作电池 包括其他配合的装置等等 材料控制都产生碳排放 单单靠电池都不是一个理想 首先电池有碳排放 所以未来电动车的组合 主能不能单单靠电池 另一个原因是 香港主要用泛石燃料发电 亦都会产生较高碳排放 郑家伟认为 近年越来越多人驾电动车 轻建发电设施的时候 亦都应该考虑以较环保方式发电 如果转香港全部车转了电动车的话 如果它同一时间充电 就算有一个中速充电 它用的电力等于全香港发电的七倍 所以是很大的数字 其实我都提倡希望用多些环保的电力 包括更加多太阳能风能 令到整体的碳排放减少 更加适合我们未来做电动车 国际能源署在2020年 全球电动车展望亦都指出 电动车在低碳发电的地方 碳排放量可以降至接近零 但如果在依赖煤炭发电的地方 碳排放甚至可能高过燃油车 即是更加不环保 一辆电动车去有多环保 或者去环保的潜力 有没有发到最大 其实很取决于电网有多干净 其实有研究指 在挪威等等的北欧地区 一辆电动车银一万公里 就已经可能比一辆 普通燃油的私家车更加环保 但是如果是一些用很多煤的地方 其实它就可能要用十倍的距离 才会比一辆普通的燃油车更加环保 2020年城市大学的研究曾经推算 假设去到2050年 香港有八成半电力用可载生能源发电 一成半以天然气发电 电动车每公里的碳排放 将会比柴油车低1.2倍 比汽油车低1.6倍 不过截至2020年 香港超过七成电力 仍然来自化石燃料 只有两成多电力 是来自较低碳排放的核能 和可载生能源 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 因为香港的电动车数字 都相对高 但是我们的能源就相对不是那么干净 香港政府也应该要去推动 电网有更多的可载生能源 因为正正就是要有干净的能源 那么我们的电动车才可以用到 这些更加稠淨的能源 去驱动这辆车的行驶 这样才可以发挥到它们最大的潜力 政府在2021年发布 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 提出一系列措施 目标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不过看回两间电力公司 在去年提交的五年发展计划 到未有纳入海上风力场等 原本曾经提出的可载生能源项目 我们觉得香港在可载生能源发展方面 其实是做得比较慢 还有前制不前的 所以政府应该要做好 这个可载生能源的发展 令到我们的电动车 有更多的干净的能源去用 也都可以令到不止是电动车的 而是每一个建筑物 每一个家的电器 office的电器 都可以用到更干净的能源 这样才可以发挥到 不同环保设备的一个潜力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足够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是郑轻年 一个女人在沙田踩单车 落车的时候失控 头部着地受伤 半清醒送院 涉事单车时候留在行人隧道 警方在夜晚七点接报 一个31岁的女人 沿科学原道单车径往大步方向 在隧道落车的时候怀疑失控撞墙 头部着地 全身多处拆伤 半清醒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自来 例竟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 一个泥头车司机 头部被泥头车以及滑泥机夹住 当场证实不止 劳公署说高度关注并且调查事件 已经向相关承建商 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 被夹死的男司机42岁 倒落在泥头车车尾位置 以白布覆盖 从高空角度看 泥头车和滑泥机并排停在地盘里面 泥头车的车尾紧贴着滑泥机 现场是丽景丽江街11号 号警台对出一个私人住宅地盘 事发于早上近10点 死者在泥头车车尾做事期间 滑泥机怀疑突然转动 南高人的头被夹在泥头车和滑泥机之间 救援人员到场当场证实不辞 工业商务权益会说 死者是泥头车司机 和父母同住 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暂时不知道泥头车司机车尾在做什么 不过如果以安全的角度来说 当滑泥机操作的时候 它应该要有一些感应器 如果感应器是感应到一些物件在附近的时候 会构成危险的时候 就应该停机 不可以再启动机器 究竟现场滑泥机 有没有这种装置在这里呢 不清楚 警方葵星警区重案组 和务工署人员到场调查 家属也都赶到地盘了解 涉事的地盘属于中信泰富 计划兴建两栋住宅和社区设施 即是在做地基工程 有监雄地基有限公司负责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軒彼落 本港近日多个地盘 被指存在拖欠薪金情况 有公会说 涉及的款项超过三千万 超过五百名工人受影响 建造业总工会说 近期接获日出空城十二期 沪契沙城大宿舍等多个地盘 一共超过五百个工人求助 说被拖欠薪金 涉及金额共超过三千万 有个案被直属雇主 拖欠薪金三至四个月或以上 公会说日出康城十二期欠薪事件 最终由总成建商代为支付工人欠薪 不过总成建商和分判商的欠薪九分就未完结 公会说工程存在多层分判 二判三判收不到分判商的钱 所以无办法支付薪金给工人 收不到钱的原因有很多 关于他可能的进度问题 或者现在有些合约就很辣的 他可能要两个月才给钱 或者有些无良些 他会故意刁难你 就说你那里未完成那里做得不好 就拖住了 就拖住二判三判的资金 就用来做生意 公会说多层分判容易在工程进入员工阶段 衍生分判商为了逃避支付薪金 选择倒闭 导致工程难尾 公会促请劳工处成立工作小组处理 又促请立法会通过建造业付款保障条例草案 保障工人权益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 海关征破大型海路走私私烟案 下一艘货船 减获大约3千万只华尔私烟 约值1亿4千万 应货税值大约1亿 拉了7个人 海关昨天凌晨发现有可疑货船 进入香港以南水界 于是派出两艘高速捷击艇折查 目标船只转向逃走 在南亚岛水域被海关强行登船折停 海关在船上三个货柜 减获3千040万只私烟 其中大约1千万只是白牌烟 海关拉了一个船长和六个船员 全部都是缅甸籍 他们稍后将会被落案起诉 输入未裂创单货物罪 明天赵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海关说会继续密切监视白牌烟的市场动态 并且采取坚定执法行动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访问新加坡 明天出席首届首席法律顾问论坛 并且会向超过20个司法管车区代表 推广香港法律服务优势和机遇 林定国昨天抵达新加坡之后 与当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梅达讯会面 讨论共同关注议题 今天早上出席总部置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 成立125周年纪念活动和交流误宴 林定国下午和印度总检察长文卡塔拉玛丽 举行双边会谈 共同关注范畴交流 下午和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曹宗明晚餐 介绍香港法律方面最新发展 转发一下华尔加已经开始了 看看美国的表现 导致最新是升119点 报3997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点 报5425点 转发一下欧洲股市表现 英国富士百指数升6点 法国CAT指数跌112点 德国的指数跌138点 印尼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 正式启动黄金签证计划 如果以个人投资者身份申请五年居留签证 需要成立一间资本额为250万美元 適合大约1900万港元的公司 10年期签证就要500万美元 不选择创业的话 最分别投资35万美元和70万美元 可以用于购买印尼国债 上市公司股票或者存款 当国说印尼去年开始推出试验计划 已经有近300人获批黄金签证 吸纳资金达到1亿2300万美元 总统佐科维多多强调 移民部门会严格评估申请人 确保他们对印尼作出贡献 也都不会够成安全风险 内地一个70岁女人感染 甲型禽流感离世 卫生防护中心说正是密切留意 呼吁市民保持个人卫生 粤港医疗合作 广东运磁带血离香港 救治一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女童 特朗普和何錦麗互相攻击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文调 说特朗普临线 大家好,我是否可盈 卫生防护中心正是密切留意一宗 内地人类感染夹型禽流感个案 并且呼吁市民要保持个人卫生 中心说今次个案 涉及一个住在安徽省 合肥市的70岁女人 她曾经到访活家禽市场 并且在上个月中出现病症 随后入院接受治疗 然至今个月不后离世 由2014年至今 内地通报一共92宗 人类感染夹型禽流感个案 中心提醒市民要避免到宿货街市 活禽市场或者农场 并且要避免接触禽料 时刻保持个人同搜捕卫生 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由今年1月中开始的流感季节完结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7月20日的一星期 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收集的样本中 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部分比 是百分之5.16 而入住公立医院比率就是0.23 两者都低过基线水平 显示流感季节已经完结 而今次流感季节比以往长 主要原因是流感病毒转变 由初期夹型H3流感 专为夹型H1流感 过去四星期录得42宗 流感养疾病爆发报告 以及142宗严重流感报告 比较前四星期 分别少24宗和41宗 但是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有所上升 中心提醒市民应该要继续保持 个人搜捕和环境卫生 并且强调接种疫苗 可以有效预防严重个案 一个患重型地中海贫血的五岁女童 接受由广东运来香港 属于她弟弟的磁带血 将会进行移植 在历来第二中 磁带血早上大约8点 由广东省磁带血做血干社包袱拿出来 它本身储存在-196度的极低温淡罐里面 由专人经罗湖口岸运来香港 大约三个小时后送抵儿童医院 袁方说准备需时预计10月移植 重型地中海贫血 他们需要定期接受一个输血的治疗 维持一生 如果成功造成一个血干细胞移植之后 他们就不需要再以后接受定期的输血 这宗跨境医疗合作 广东一方说 上个月接到一个香港储户的求助 说她五岁女儿因为重型地中海贫血病 需要用到女子的弟弟出生时保存的持带血移植 今个月12号向内地海关总署交齐文件申请 三个工作日拿到批文 返送之前会先确认持带血 是不是属于女子的弟弟 也会抽取样本 确保和女子的血型等等吻合 还有含有足够的干细胞等 无论你是内地或者其他国家 香港以外的地区 我们都是用同一个标准 去认证这包持带血或者干细胞源 是不是适合我们的病童 一般地平的小朋友原则上是10岁以下 所以刚才有记者朋友就说 那是不是黄金时候 这个是黄金时候 远方说 现时的做法是先确认病童 是不是适合移植 首选是兄弟姐妹的血干细胞源 例如是持带血、骨髓等等 如果没有就会在本地的血库搜寻 再找不到就用父母的 但是一般只是和病童的血型 有一半吻合 如果家属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去采取持带血 而我们就会评估过 它是适合的话 都会有机会联系各个单位 所以就不是说限于内地 女童的爸爸妈妈说 大女童临子相差大约1岁 今次的合作对他们一家意义重大 一开始有了他的时候 就已经是有这个想法了 就想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给姐姐用 其实我们已经很幸运 如果这件事我没有储存到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家的负担 生活上的负担 和精神上的负担都很大 远方又说 目前大约有10个病童 在等候血干细胞移植 而早前已经有类似的案例 将病童在西方国家储存的 磁带血运到香港 至于对上一次内地 运送磁带血来香港 是2018年送到玛丽医院 无线电视记者 刘卫宜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批评极可能是大选对手 民主党的何錦麗 是美国历尼最无能的副总统 而据报前总统奥巴马 很快就会正式表达 支持何錦麗代表民主党出选总统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 在摇摆州份 北卡罗来纳州 出席竞选集会 是属民主党的现任总统拜登 宣布放弃竞逐连任 并点名副总统何锦麗顶上之后 首场做世活动 特朗普又说 何錦麗是激进左派风子 只是懂得为拜登讲大话 另一方面 何錦麗继续四出拉票 去到印第安纳州 向非裔妇女组织发表演讲 提及枪械暴力 妇女堕胎权等议题 指美国得来不易的自由和权利 正是遭受全面攻击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下个月19日 在芝加哥举行 据报民主党内已经同意 提早在下个月1日 确认何錦麗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在民主党内影响力大的 前总统奥巴马即将正式表态 支持何錦麗 消息说双方正是研究 在做世活动一同量上 但未有确实日期 也有消息说奥巴马夫妇 可能会在最后一刻 才站出来支持何錦麗 以帮助民主党在最后关头 拉拢更多选票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最新文调显示 何錦麗的支持率是4成6 虽然小特朗普3个百分点 但已经被同一机构 4月和6月的调查 拜登始终落后6个百分点 差距收窄 无线电视机者绿子旗布道 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第一次发表全国讲话 华汉为民主比起任何名闲都离得重要 而团结国家的最好方法就是交棒给新一代 同时强调自己会留任总统去到最后一刻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就质疑 拜登的讲话令人难以理解 是刚刚过去的星期日 宣布放弃竞逐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当地星期三晚8点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发表长约10分钟的全国讲话 是他宣布退选之后走到露面发言 说过只有上帝才能够叫他退选的拜登话 虽然不舍得 但也都要以国家为重 拜登在整份讲词当中 未有点名提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但不断提到维护民主自由的重要性 拜登已经点名副总统何锦麗接鸵出选 讲词中也都赞扬何锦麗有经验有能力 外界关注拜登会否提前离任 等何锦麗可以先熟习总统之为 但拜登表明会留任至最后一刻 拜登又承诺善用余下大约半年的任期 团结和强化北约 力阻俄罗斯总统普京 拿下乌克兰 致力促成加沙亭火 并推动美国最高法院的改革 拜登发表讲话期间 第一夫人吉尔和子女等的家人坐在一边支持 吉尔其后发文感谢选民对丈夫的不离不弃 也都有支持者在白宫外聚集 有人感动落泪 也都有人高呼感谢拜登 至于特朗普在私人飞机上 收睇拜登的讲话 他其后在社交平台说 拜登的全国讲话令人难以理解和太差劲 又批评拜登和何錦麗令到美国极度尴尬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不得 回来新闻时间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 法庭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控罪表证成立 押后到11月再讯 辩方说黎智英将会出庭自便 审讯大博第92日 黎智英由酬车押送到西九龙法院 控方完成举证和传召控方证人 控辩双方在星期三中断陈迟 证议控方是否有足够证据证明 黎智英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 仍然有意图整求外国制裁香港 并且是犯罪协议一份子等等 三位国安法指定法官 杜丽斌 李素兰和李混藤 考虑之后裁定黎智英三项控罪 包括一项串谋刊印 发布 煽动刊物罪 和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表证成立 辩方代表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说 黎智英决定出庭自便 亦都会传照通讯软件 Signal一名信息专家证人出庭作证 估计辩方证人作工合计要大约四个星期 因应指令法官需要处理其他审讯 案件日后到11月20日再审 至于同案不认罪的被告 即是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 律师代表说不会传照任何证人 只会呈上涉案文件 无线电视记者吴亚显 康文署采取联合行动 打击炒场行为 拉了三个人 当中一个人是外傭 康文署联同入境处和警务署 今个月13日 在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 拉了三个涉嫌炒场的人士 当中这个外傭 涉嫌转售租订的网球场地赚取报酬 违反逗留条件 入境处也都拉了一个人 涉嫌没有合理辩解下 使用和管有他人身份证 处方不排除有其他涉案人士被捕 第25届香港动漫电换节 明天开始一年五日 在湾仔会展举行 650个展位 142个参战商做最后准备 今年展场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 设有三大舞台 包括名家舞台 大会主舞台 和创天综合同仁制舞台 期间将会举行动画配音大赛 虚拟偶像见面会等的活动 5日展期头4日 朝10晚9开放 最后一日会开放到夜晚8点结束 入场人士需要预先在网上买票 成人票每张42元 小童20元 现场只是撤旅客门票销售 有参战商说香港动漫节向来受到年轻人欢迎 加上受惠于近期多套动画电影上演 相信相关产品能够带动生意 预期今年人流会更加多 看看美股最新表现 导致最新是报4059点 升208点 标普500指数报5406点 跌20点 看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梁敦富士100指数升3点 巴黎克指数跌120点 德国Dex指数跌172点 法改委说 以旧半新补贴政策 对内地下半年消费市场 预期会产生积极拉动作用 结合当前消费市场的新情况 新特点 非常有针对性的 加大对消费品 以旧换新的支持力度 相信一定会对下半年消费市场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正向的作用 这次超长期特别国债当中 一共拿出是3000亿 其中1500亿元左右的资金 是直接下达给地方 因地制宜的来支持 消费品以旧换新 更好的释放消费的潜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